2022年北京市高考将于6月7号起进行,疫情防控背景下,如何确保考试顺利安全举行? 6月1号,记者来到北京市东指门中学考点,一探究竟。 记者在现场看到,校门处已为考生开辟了专用通道,相关路线指示标语也已放置完毕。 据介绍,本次将有7所中学考生再次考点参加考试。 考试当天,考生在出示准考证、身份证、扫码测文后进入考点。 考点实行闭环管理。 我们的考点是实行闭环管理的,学生进门要测温。 如果在测温的过程中有异常,我们会迅速启动预案。 正常考生就从这个通道进。 如果说有发热的学生在进入考点之前, 那么它从考场外,从到学校的东二门进入临时的隔离区。 它是不可能和我们正常的这个考生有任何的交集的。 我们会到隔离区对这个考生再进行观察和研判。 启用备用考场进入备用考场。 进入考点后,考生将按指定单项路线行至存包处和后考区。 因为考生是提前一个小时进入考点。 那么第一场考试,学生提前40分钟可以进入考场。 那中间有一个时间差。 所以我们设置了后考区。 这个我们设置在了我们的篮球馆,也比较开阔。 这要能确保考生之间它有一定的安全距离。 同时我们在这样一个后考区里头, 我们通过我们心理老师, 从专业的视角, 我们选择到舒缓的音乐。 这样让学生一进入到这个后考区, 我们的考生,我们希望他把心都静下来。 以舒心、安心的状态进入考场。 在考场安排上, 普通考场与备用考场设置在不同楼层区域。 此外,每层楼均设置一个服务台, 为进入考区的考生提供服务。 每一层楼就有一个专门的这么一个服务台。 包括它在教室有点冷啊, 我们给他准备的备用的这个服务衣服。 我们这个东西门出学考点啊, 最大考场数是13个考场, 390人,其中我们有三个备用考场。 同时我们高考的考务人员, 按照1比2的这个比例做准备。 每天考试结束以后, 要对教师进行销杀, 在考试前要至少开窗通风半个小时。 在我们每个考场里头, 也为考生准备了一些应急的物品。 据悉,2022年北京高考报名考生共5.4万人, 全市共设99个常规考点,分别在18个考区。 随着考试临近, 北京市区两级教工委、教委和考试院、考试中心, 也进行了多轮反复检查和演练。 实际上今年考点的这个整体布置的原则上, 可能我们体现几个原则。 一个是安全第一, 各项防疫措施在原来已经有的基础上, 针对今年的防疫的新的要求和特点, 进一步去完善它。 第二个我们更强调的是温馨和服务。 其实我们更关注这样的一个人生大考上, 考生和孩子和家长的这种心理的焦虑是必然有的。 怎么通过我们合理地设置一些情境, 包括一些服务, 能够让它相对缓解。 那么最后还是要保证公平公正, 考试的安全, 确保高考这种国家级的考试不出任何问题。 大家放心, 学校都准备好了, 就等着孩子们来迎接这个挑战和考试。